近年來 許多國家都積極展開 重返月球任務 臺灣也不落人後 國立中央大學團隊自主研發 深太空輻射探測儀 已經運往了日本太空中心 預計最快今年第四季 就會登上日本民間公司的登月小艇 到美國發射升空 全球太空競賽白熱化 目前美國 前蘇聯 中國 印度 和日本已經成功登月 而在各國努力展開重返月球任務 同時 臺灣也有新進展 中央大學團隊自主研發 深太空輻射探測儀 有機會成為臺灣參與的 第一項國際登月計畫項目 深太空其實是個高游離輻射的環境 我們電子元件壽命會衰退 輻射機量累積的速度 在各不同階段 各不同太空天氣的條件底下 更進一步去了解我們的太空環境 或者對於未來衛星任務 或甚至要派太空人或其他生物體上去的話 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想讓探測儀在太空環境下運行並不簡單 過去團隊大多是以低軌衛星計畫為主 這回首度打造深太空的科學酬載 準備要臨嚴峻的太空游離輻射環境 還有熱控挑戰 要小於十公分乘十公分乘三公分 然後呢重量不可以超過四百公克 就是一包茶葉的那個重量 再來從地球飛到月球的那個加熱 跟冷卻的環境 還有月球表面上的那個熱控環境 去判斷說有哪一些那個原件可能會過溫 我們可以怎樣在有限的空間 有限的重量底下去加入 我們所需要的熱控原件 軟體突然就是可能電流電壓突然不正常 也就是一步步的除錯 然後再去改正版本 裡面其實就是一塊電路板 控制系統的電腦之外 就是一個量測輻射劑量的IC這樣子 小小科學酬載重量只有四百克 卻是臺灣探測深太空輻射環境的先行者 目前已經抵達日本 加入到民間登院公司 iSpace的白兔2第二次任務 預估最快 今年第四季就會到美國 搭乘列鷹九號火箭升空展開任務 記者曹彥均講龍翔 特別報導